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避碰规则研究的第17讲 那我们讲到第8条 第8条呢 第A项 采取避碰行动应该呢 要有及早明确的措施 那顾及到优良传义 就是可以让的时候尽量让 那就像呢 碰撞危机一样 如果呢不确定有没有碰撞危机 就是假设有碰撞危机 采取让入行动 这个就叫做优良传义 那这里呢还提到一个 要在有安全的距离 来通过 其实呢这个安全的距离呢 各位的概念呢也许是什么 是跟他船之间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那实际上这个安全距离呢 应该理解为对碰撞点的一个安全距离 因为呢 船之会发生碰撞 是因为这两条船的航线发生了焦点 那我们要把这个航线的焦点呢 避开就能够避开碰撞 那及早明确的行动 意思就是说呢 你如果及早行动的话 同样五度的转向 走三分钟跟走六分钟 能够创造出来的安全距离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距离是否安全呢 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 本船到碰撞点还有多少的时间 那这个判断呢也很简单 只要看呢 他船跟本船 航线的焦点在我们本船的速度向量线的哪一点 那这个速度向量线呢 是几分钟的速度向量 一般呢 我们的测试呢 就是把速度向量线设在六分钟 看看呢 两条船有没有焦点 如果六分钟呢 没有焦点 再把速度向量线设到九分钟 那这个时候如果产生了焦点 那这个就表示呢 从六分钟到九分钟 这一段时间呢 本船就会什么 可能跟他船发生碰撞 那如果九分钟的速度向量线 跟目标船没有焦点 那就是表示呢 九分钟之内不会碰撞 那这个判断呢 我们可以一张图形来理解 好我们现在看到呢 本船就是在圆圈中心的这一条船 航向呢 看右上角是103.4度 那现在我们的速度向量线呢 是三分钟 跟呢 没有跟任何一条船有焦点 这表示呢 这三分钟 是没有碰撞危机的 可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速度向量线呢 设成六分钟 这个要再看 好那我再看了一下呢 这个图形 这个呢 速度向量线是六分钟的 那是船只的尾机 Trayer 设的是三分钟 那各位手机呢 如果有放大功能 去看一下 那所以表示呢 在这六分钟的时间内呢 本船没有跟任何船的速度向量线 产生焦点 就是没有碰撞危机 那碰撞危机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速度向量线 设到十二分钟 那这时候呢 很可能就会跟两条船发生呢 碰撞危机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右前方这条船 有的红色的速度向量线 那它呢 比我们短 显然呢 就是什么 比我们速度慢 那大约在什么 九分钟的时候 怎么知道是九分钟呢 因为这一个点呢 红色的这一个碰撞点 跟呢 我们六分钟的速度 速度向量线 之间的距离呢 大约是呢 六分钟速度向量线的一半 所以呢 判断它就是什么 大约是在九分钟的时候 会跟本船发生碰撞 至于本船的船首相前面呢 还有一个绿色的碰撞点 那这个之所以把它显示成绿色呢 是因为呢 这个虽然是一个碰撞点 但是呢 等我们的船开过去的时候呢 其实这条船已经开走了 所以呢 是没有问题的船 因为我们看 本船要到这个绿色的碰撞点 大概需要十二分钟的时间 那这条绿色的船呢 到这个碰撞点 只要六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 就是有六分钟的差别 那这个就是安全的 那对于红色的这条船呢 就是可能在九分钟的时候 发生碰撞 那至于旁边 在我们右旋 被追越的船只 他们跟本船之间的碰撞点 在什么时候 可能呢 也是接近在 十二分钟的时候 所以现在避让 虽然呢 右旋有很多船只 但是优先处理的船只 是哪一条 是红色的这条船 我们要呢 把船只呢 离开 这一个 红色的碰撞点 这个又牵涉到什么 高级的超船动作 因为呢 海面上四面八方都是船只 我们呢 只能选择性的 把原来呢 103度的航向 改成108度的航向 那试试看呢 这个航向 等到呢 这条红船过了以后 再呢 走回原来的航向 我们看现在这个 五支八的图啊 就是第五章 那这里有一个公式 本船呢 避让的时候 转向的角度 需要多少 如果呢 我们需要600公尺的 安全距离 我们看图上 本船呢 原来的航向是多少 大概是045 左右 那如果要呢 避让600公尺 需要几度 其实 只要5度就够了 但是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避让的 并不是他船 我们避让的是 这一个碰撞点 所以原来的碰撞点 在哪里 你就一定要知道 那其实呢 也不难 对不对 就是 你看你 船首相 跟他船 航线的焦点 在哪里 那 从那一个点 离开 等你的船 开过去的时候呢 自然就会 看到他经过 你的船头 那这就是高级班的 操船动作 那这跟他船的距离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呢 他船也许 是被追跃船 也许是 横跃船 也许是 对开的船只 那我们是要知道 本船跟 碰撞点 之间的距离 才是呢 决定你 还有 多少 Safety Margin 安全的余裕 那这是说 转向 前面我们提到呢 减速的时候 来避免碰撞 应该要 每分钟减 1.5节 最好是 3分钟的时间呢 可以减掉 4.5节的 速度 那这个减的 速度呢 是讲什么 平均速度 因为你的初速 刚开始的速度 是20节 那如果3分钟以后呢 你减到多少 15节 那这3分钟 你的平均速度 是多少 15加20 除以2 等于17.5节 那这个呢 就没有达到什么 我们要求的 每分钟 1.5节的速度 要达到这个要求 你3分钟前 是20节的速度 3分钟以后呢 你剩下10节的速度 那这样子呢 平均的速度 就是20加10 等于15节的速度 才能够产生 避碰效果 那如果你呢 船的速度 本来就很慢 在呢 7节 8节左右 那你想要 减掉 4.5节的 平均速度 几乎是 不可能的 任务 所以 碧碰的 讲法 为什么说在 宽阔的水域的时候呢 用舵是 有效的 碧碰方法 在狭窄 水域的时候呢 你的速度 可能没有办法 开这么高 因为船只众多 你不得不减速 采取安全速度 尤其你在毛区 或是进出港的时候 你的船速度不快 这时候发生了碰撞危机 如果你想要 利用 减速 来避免碰撞 可能得到的 安全距离很少 但是还是 值得尝试 因为呢 我们虽然 不能创造 足够的 安全距离 因为我们的 速度 不够高 没有办法制造 相当的 速度的差距 但是 减速还有一个 多余的好处 就是 你多出来的 安全距离 还要再用 多余的时间 把它开过去 好像我们说呢 你是 本来 二十节的速度 三分钟以后 减到十节的速度 这样呢 多出来 的距离 你要用 十节的速度 再把它 开过去 所以减速呢 其实是 双重的 效果 一个呢 是呢 创造距离 第二个是 创造呢 通过 碰撞点的 时间差 你 到达 碰撞点的 时间 就比 原来 落后 这个是呢 比转向呢 多的一个 好处 好 我们呢 眼睛 在看 耳朵 在听 听的跟看到的 东西 不一样 好 我们看这个图 二之七 是 进阶避碰 第二章 谈到呢 利用 时间差 来避碰 本船 本来是呢 十五节 向西航行 他船 是 十节的速度 那 现在 本船呢 把速度 减到 五节 那 位置呢 从原来 蓝色的 位置呢 后退到 红色的 位置 那 这个 红色 本船 红色 跟蓝色的 船只 之间呢 就是 我们 避碰 时候的 什么 安全 距离 那 减速 多的 好处 就是什么 等到 目标 船呢 已经 经过了 碰撞点 我们还要用 五节的速度 慢慢 开过去 所以是 双重的 跟呢 操舵在 转向的时候呢 只有 安全距离的 效果 是不一样 所以 船速一减呢 大家就 全身都 轻松 这个就是 你 操船 没有把握的时候 一定要把 engine standby 把主机背变 必要的时候 就是把车 剪下来 争取 时间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